政客歪理當真理,可以去到多麼準確 聽聽港區國安法通緝犯張坤洋的發言就知道了 張坤洋日前在網上接受訪問 講起自己走老美國後的經歷和未來打算 嘩,真的聽到人吵架了 張坤洋說,如果現在是一個正常的世界 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春風化雨,做過老師 你怎麼教學生? 不是吧?一個走老通緝犯 竟然覺得自己可以教書玉堂做典犯? 誰家長膽敢把小朋友交給你教? 張坤洋,不如你先找鏡子照自己吧 他還說,中央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 原來不是代表香港人輸 反而是中央無法平定香港亂局 先用國安法來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嘩,你真是歪來歪到陣 如果不是張坤洋這群反中亂港分子煽風點火 香港怎會出現19年的亂局? 中央又怎會出手幫香港平亂? 你這群亂港分子又為何越著草? 好啊,現在香港有了國安法的定海神針 在張坤洋眼中反而代表中央輸了和 還有啊,說到未來打算 張坤洋完全不知悔改 他說國際層面可以做很多事 還說什麼什麼以十年為目標和 喂,十年之後張坤洋這種小棋子 早就對歐美國失去了利用價值 用完即棄的了 還以為自己很有影響力嗎? 算了吧 騙人都用一下腦子啊 走啊,回家想到好好的才來的